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的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正向 浪費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亦都希望你 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好了 今節 我們就說一下這些人真是 笑回全球 那麼這個美國 白宮 應該前白宮的安全顧問 現在就是全球 台灣研究中心 美台關係工作小組主席 很多頭銜 Robert O'Brien 奧伯雷恩 或者叫歐布萊恩 歐布萊恩或者歐布萊恩 我們一般的奧布萊恩就是台灣最喜歡勾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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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可以補到台了 這個方法 大陸一聽到就害怕了 一想起來就害怕了 原來 他就說 他建議 台灣應該學習 中東歐國家 成立民間的 俱樂部 教別人怎樣用 會不會搞到 變成好像美國的祖國 大蠻絲笑到 那已經 他說 百幾百萬人都適用 問你 中國領導層是否害怕 當地的 市民居民很害怕 其實我也想說 當地的人好像很害怕 他又敢說 不過你知道這些 前西方高官去到台灣地區 那也是 鬥一個 叫做 出場費 肯定有那麼大 講那麼大 當然 人家就問他 近年來 對 中國大陸的阻嚇效果 似乎美國都好像不是很夠效力 那這次 是不是討論怎樣可以強化 這個威懾力呢 他就說 是的 他承認 美國確實做得不夠 他就強調 美國不能夠在烏克蘭 和 台灣地區之間 二選一 必須 找到 增加國防產能的方法 因為現在美國 因為他給了很多東西給 烏克蘭 我們之前也說過 其實現在有些東西本來是給台灣的 但是 因為先給烏克蘭 所以台灣那些東西 你推遲一點 小英慢慢等 反正你都不做了 黑街 當然 當然 也有人就說 近年來 好像 你們美方對大陸的阻嚇力 不是很夠 例如他們在南海 好像 美國的阻嚇 對於中國大陸好像沒什麼用 原來他就參加過叫什麼交流會 當然 奧布萊恩他就說 對呀 我們做不夠 所以要加緊 腳步 他就說 美國自從 特朗普執政之後 大幅增加國防預算 亦同步要求北約這樣做 台灣地區 近期恢復 一年的二貿易 疫情 並且 大幅提高 國防預算 你當然想看到 那些錢都是幫你們買的 當然 你當然想看到 什麼國防預算提高 那些 什麼 馬丁 什麼 軍備的 顧問 或者嘉賓 這位阿哥 暫時看不到 但是 你知道 那些什麼自負 他們都懂得潑的 明白嗎 有時候是暗瓦底 潑一潑 哎呀是呀 很危險的 哎呀 你買多點 買多點 買多點我們的堅飲品就可以了 當然 他 原來 是見小英 台灣地區給了一個榮譽 小英就說 因為過去 協助推動多項的台美關係發展 而獲得 頒發 特種 很搞笑 叫特種大壽 什麼 警星勳章 什麼什麼 特種大壽 警星勳章 大壽 怎麼說 六十大壽 什麼大壽 QC邊做過接壽 也做過壽字一半 即是這個印壽的壽 我明白 這製作為什麽叫大壽 我總是以為這製作為什麽大壽 這個 在美國陸軍 做過預備役 那當然 他 說到這麽大 他就說不夠了 做得 他也說 另外美國已經批准 對台軍售 你以為是 批准給台灣 對台軍售200億美金 我們之前說過紅刀拉絲 那麼孤寒 就算他叫你拿25億美金 他也不是一獲過的 但是你一獲過也給200億美金 當然他也不是一獲過的 但是他批准了 一次過就慢慢去買 美國來說 近年來 也陸續上線了 但是 中國大陸 在平時 就已經 在擴張自己的規模 在二戰以來首次看到 你們的 防預算都是上了新紀錄 美國 所以他就期望 這200億軍售 能夠加速交給台灣 很簡單 第一次200億 下次400億 奧布萊恩也強調 要同時支援烏克蘭和支持台灣 是有難度 但是 不可以在兩者之間作出選擇 而是必須找到 解決方案 並且 擴大自身的 軍工業產能才行 當然台灣 解決方案 他又不是解決方案 是解方 擴大他的 抗爭 增加增加 擴大就擴大 增加就增加 什麼抗爭 抗爭者嗎 是 經常改賣了 鬼五馬六 呵呵 之後 他就說 有些事其實台灣 是 可以不靠美國獨立完成的 是啊 比如 加固 戰機機庫 和掩體 掩護 掩護那些東西 放東西的地方 收藏東西的地方 防霧 特別呢 西海岸地區 他就說了一句話 其實大家都很害怕 台灣 有人有錢的 你是不是逼人家出錢 資金必須 是 人家叫壓住 他就逆住 壓住在 強化 防霧的 硬性上面 特別是 空中戰力的硬性 他也提過了 之前他就說過 台灣地區要向 中東歐看齊 這些國家 近年來紛紛成立不屬於 這個國家 系統的 防霧部隊 和 陸軍後備部隊的 彭彭俱樂部 也教導民眾如何安全地用彭彭 有很多民間組織 平時 這些彭彭 就由政府去看一看 假設 變成這些彭彭 聯合成一些 團夥的話 有什麼方法 對呀 還有你經常都疏於管理的 政府看的話 昨天就好像 美國 三不五時又有些 蹦蹦案 對呀 他就說 假如這些國家 好像波蘭 捷克 波羅的海三國 遭到俄軍動手的話 平時 準備好 這些民眾 因為他們練過 練過這個蹦蹦 就可以保家衛國 我想說你會用 這個蹦蹦不代表你會作戰 要走位 要互相配合 要溝通 有些戰略性的東西 不然他們空中攻守 空中攻守 入防空黨 怎樣看 奧布萊恩也說 這種做法 有阻嚇性作用 大家就試想一下幾百萬台灣人一起參與 中共的領導人 就立刻就害怕了 他就覺得 如果他們對台發動攻勢 有幾百萬人 就拿著 這個棒棒 整家人走來走去 保衛他們的家園 這個畫面多麼大衝擊呢 這件事肯定會嚇責習近平 這些民間事 不可以當你是正規軍 不可以當你是一個 軍力 還有幾百萬人是不是個個都這麼準確呢 當你貿國美國裏面有 三幾個這些團伙 如果美國真的出軍方去殲滅他們 他們能不能頂得住呢 當然能頂不住 飛機的 他就說這件事必須 在台海戰事之前進行 不要等到為時已晚 這樣才可以真正地對 這個對岸產生威懾效力 不過 很多民眾 不應該不是很多民眾 部分民眾 拿到棒棒在手會產生一些 一些 辱亡 因為平時你沒有的 現在你擁有了 你很難 越多人擁有的話 但是美國也有一個說法 越多人擁有棒棒越安全 他們是這樣想的 你看看現在美國是否越來越安全 是否越來越安全 他 也說 我也理解 台美在棒棒文化上的認識 是不相同 這個話題大家可能覺得很有爭議性 但是 相關保護措施可以制定先的 人民應該受份 棒棒 可以學瑞士那樣 放入這個保險箱 或者是軍方那裏 那如果 帶你平時怎樣練習 如果有人是 在登島的話 就要動手了 他也說 如果看到烏克蘭所發生的事情 你就知道 如果你那麼擔心這個棒棒 你不如擔心一下對岸 根本是微不足到的棒棒 你覺得而已 在你們國家就是微不足到 但是 亞洲沒有多少個 是可以 沒有多少個 根本是沒有 說真的沒有 沒有 他們的棒棒是受到 除非你們西亞那些 是的 西亞的某宗教國家 但是他們 很多都是有戰士 這樣就不同了 那麼他就強調 擁有這些工具 才可以幫到台灣 是自己保護自己的 並且嚇疾中共 是的 你弄這些東西 你就嚇疾中共 那麼容易嗎 奧布萊恩就說 我們不想讓 這個中共 登島 我們也不想 戰事發生 大家都想和平 看來你不想 但是 要向中國共產黨表明 和平最好的方式 就是展現自己強大的實力 但是你有嗎 這個不單止美國要做 台灣也要這樣做 當然 這個 阿哥他這麼說 這個島內的鄉民 馬上 就說 美國人也免得 做戲 好誠實 就是要把台灣變成前線 其實 不用想都知道 你講明台海 台海 那肯定你是前線 甚至是想著 這個城鎮巷 都是 那些巷仔 都變成了一個 叫做戰事的 現場 是的 你一想起 就沒有辦法 霸法也沒有 去到這一步 你知道 也是那句 你是你想要的所謂叫做 獨立 有些人想獨立 但是獨立 你只剩下 是 以為平地的 你家裏 可以嗎 或者 廢墟一片 有些人口說是 口說 美國已經通過了180億美金 對台軍售計劃 令到 台灣地區變成一頭戰豬 但是戰豬也有弱點 是嗎 那他 亦都說 亦有鄉民說 難怪台積電要搬去美國 好像很吻合 亦有鄉民說 美國 到底多希望 兩岸可以動手 沒有人知道 很多人很希望 美國這些政客 越來越誇張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亦有人說 美國這個高官是不是很害怕台灣人不願意動手 有些人就說 台灣變第二個烏克蘭就對了 之後 有人 就直接翻譯說 要屎你先去 哈哈哈哈 真的 唉 當然也有鄉民說 當然 180億之後買多一點 所以最不希望世界和平就是你 真的 哈哈 當然 這傢伙說到自己 那麼 那麼勇 其實 究竟 行不行 他當然是用的 他不在台灣 他不在台灣地區 他只是出口而已 真的只是出口而已 不用上前線 上前線又不是我 又不是我的子女 沒錯 別人的 孩子 瓜不緣 是不是 你看他 當然 這傢伙 一直都說到大一大 是的 亦都是在這個 Donald Trump旗下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那 你知道這些人現在 他們是要靠這樣到處去 難聽說是 港到大一大就有人請他去 其實 那些當地的那些人士 就請他去之後港到大一大 是不是 那他呢 亦都說 中共說我的壞話 我不意外 那撐你呀 你說的有說過中共好話嗎 對吧 那麼他就說 對於中國大陸 要怎樣證明自己對台灣地區沒有威脅呢 那麼 他就說 美國和台灣都希望和平不希望有戰士 所以呢 那個波就拋給大陸了 其實你少一點 這些 暖差緊急已經是很好的 那至於怎麼做呢 他就很諷刺地說 首先你問一下這個流浪氣球事件 為什麼說到那麼遠呢 現在說台海 當然這傢伙 這傢伙 傢伙 說到大一大 那麼他有沒有說這次去台灣地區演講 不知道有收拾多少呢 哈哈 有十萬應該有 十萬八萬美金應該有的 他們這些都叫做 有這個 有些份量 但是你說 跟蓬佩奧比又 差一點 差一點差很遠 人家真是假假的 是前國務卿 真的 跟佩洛西比還差很遠 他還是 當時的 當席的 不是前 是的 所以 這傢伙也是浪費 其實他也做過幾件事 當然 又是共和黨人 近年也不算是年紀大 難怪那麼多話說 因為有很多時光去賺錢 56歲而已 56歲而已 共和黨人 當然 他 也是 原來是律師 原來是律師 亦都希望他 少講 不是他少講一點 沒有水 應該他 多講一點 反正他現在的智庫 就叫全球台灣研究中心 全球台灣研究中心美台工作小組主席 應該以後都會經常去台灣地區 撿回使用 撿回使用 他講到 個個捏棒棒 真的 大陸一聽到就害怕 真的好笑 練了你記住 不是什麼 你不是個個是 你以為真的好像衰公儀那樣 說民兵組織問你怕不怕 Rambo Rambo對拍戲就老闆 Rambo真的可以 摧 真的有人可以 摧毀 一支軍隊嗎一個人嗎 沒有可能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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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